那佛信波日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佛法的修学 饮食与修行 供养食物的观修 西藏教法总说 在你一生当中 有两万一千围虫生活在你身体之中 因此我们祈愿 借此业缘 愿我尽未来世都能教导他们佛法 并引导他们成就佛果 借由如此观修 能以五种不同的方式 造下无量功德 1. 透过发菩提心 2. 透过供养上师 3. 透过供养三宝 4. 透过供养其他一切生物 5. 透过供养一切勇情 你累积的功德越多 就越接近佛果 你越接近佛果 就越接近能带领一切勇情成佛 回向 由于发菩提心 供养上师及十方圣物 并布施一切勇情 你累积了无量功德 你身体里的虫 也包含在一切勇情里面 5. 透过供养一切勇情 藉由如下祈愿 回向此无量功德 藉由布施身体里 所有两万一千围虫 而与它们结缘 愿它们下一世 就能投身人道 进未来世 愿我能透过为它们开示佛法 而引导它们成就无上证据 由于这些功德 愿我 我的家人 一切佛法弟子 和一切其他友情 尽未来世永不离三宝 永远供养三宝 并得到三宝的加持 愿我及其他弟子 一切友情 尤其是赞助共品的功德主 和那些为了提供我 这些共品而工作 受苦或死亡的友情 能迅速体悟整个从依旨上师 直至成佛的菩提道 由于我和诸佛菩萨 一切友情过去 现在 未来所累积的自信空的功德 愿自信空的我 成就自信空的本师 释迦摩尼佛果位 并引导一切自信空的友情 尽速成就自信空的佛果 愿这一切都由自信空的我 一人独立承办 最后 回向功德 愿自己和其他一切友情 心中能实证整个菩提道次第 尤其是在你家人心中 和任何你特别想在回向文中 提道的生病或平死的人心中实证 如前所述 用空性的观修 来封住你为一切友情 而成就佛果所作的回向 然后尽可能以正念来饮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生命观是什么 生命不是单独存在的 我们是山 我们是蓝天 我们是牛 我们是阳光 生命是一体的 所以生命电视台就要告诉全世界的人 所有的友情 包括山和大地 跟我们都是一体的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所以打开生命电视台 让全世界的友情大家合为一体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画播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自身与他人的利益 以佛法训练自己 三界一切友情众生 让自己被自身创造出的愤怒黑蛇所纠缠 他们用自己所创造出的欲望 用红牛角刺穿自己 让自己被自己创造出的黑暗无名所遮蔽 他们把自己捡进在自己创造的自大断剑悬崖上 他们让自己创造出的嫉妒骗子毁灭自己 无论日间或夜间 都要深入观照你的心 都要深入观照你的心 倘若你的心趣中有任何不善 都要从心灵深处由衷地放弃这个不善 而去追求善 当你对某些吸引人的事物感到厌制 或是对某些令人厌恶的事物感到反感时 要了解 那是你自心的迷惑 只不过是奇幻的幻想而已 当你听到悦恶或不悦恶的话语时 要了解 这些话是空无实质的冥想 犹如回声一般 获得人生是极为困难的 因此知道了佛法的存在后 却轻忽佛法是非常愚蠢的 只有佛法能够帮助你 其他的一切全都是世俗的期望罢了 为了好好利用你已获得的人生 你需要殊胜的佛法 那些执着且渴望世间声望和名声 却没有实在修行佛法的人们 不过属于动物当中的最高层级吧 修持佛法 对你的心境是最有注意的 要记住 要记住 你曾经听闻过的佛法 因为佛法是最值得信赖的 你的上师和三宝是最好的护卫者 所以 层次你归一吧 要披上勤奋精进的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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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